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在发展经济该有的作为吗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日前说南电北宋遇困难 希望科技业到飞桃源以北现实发展 国民党开记者会把矛头对准民进党痛批 去遇发展怎么会需要占南北 电制厂商选址 你就是给北北桃一个脸色看 除了科技业设厂议题有争议 外界关心九月电价审议会将登场 电价是否连二涨为了填补台电亏损 行政院今年五月提出追加预算 拨补台电一千亿元 但补贴案还在立法院卡关 天天部长郭志辉日前说 如果民众不要涨电价 就请立法院同意补贴案 追加预算与是否要再调整任何的电价的讨论 是不相关的 卓榮泰说电价四月涨过一次 相信省议会会以民生安定为重要考量 要大家别太焦虑 只是这一番话就被外界解读 和国指挥立场不同调 经济部长事实上在回应 对外的回应的部分 事实上是有欠完整的思考 在他自己个人产业的专业度够 但是是不是适任坐在这个位置上 博葵跟经长的看法是一致的 今年原则不做第二次电价的调整 而为了不让台电资不抵债破产 赖政府也在出手 除了贷通过的千亿元补贴案外 政院加码在114年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中 在编列千亿元拨补台电 有了这两千亿的拨补 经济部认为台电营运状况将改善 电价可能也会趋于稳定 三县新闻张云权林家倩台北报道